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看看这个音乐人的感情经历 孔强出生于1958年12月11日 本名庄永轩 是著名的电子琴乐师 他原来是一名卡车司机 由于热爱乐器演奏 后来在台式综艺节目龙兄虎弟的招牌单元 音乐教室中担任伴奏 开启了成名之路 同时也在中式张飞主持的综艺大哥大中 长期担任伴奏 后来又在民視节目《诸葛会社》中担任伴奏 与诸葛亮配合默契 孔强现任孔强超级乐团总监 旗下孔强管弦乐团有40余位乐手 此外 他还号称是台湾综艺节目艺人乐队的始组 总是用音效和主持人们互动 秀场式的效果深受观众喜欢 今年5月 他在节目单身行不行侃侃而谈感情生活 自曝结过三次婚 第二段婚姻结束后自己还仅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前妻 在节目中 他坦言 19岁时与初恋女友是奉子成婚的 并说 到处人命来了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真的非常肤浅 细数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孔强回忆 当时常常跟着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导致10年后婚姻破裂 恢复单身后 孔强在钢琴酒吧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考虑女方家长希望女儿有名分 三年后她再度进入了婚姻 对此孔强笑谈 真的莫名其妙又结了一次婚 婚后 妻子表明不喜欢孔强的职业 希望她能换朝九晚五的工作 最终双方没达成共识 几年后和平离婚 孔强感念她跟了自己那么久 什么都没得到 左姓把财产都留给了对方 并说 离开的时候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一部棋 同时感谢前妻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还赞赏她把儿子交得很好 历经两段失败的婚姻 孔强开始检讨自己 觉得是因为之前太自我 并坎承了自己那时候的想法 说道 我总是认为我是在赚钱的人 对方应该跟随我 服从我 所以也不应该说太多 后来她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夫妻该要互相忍让 都为对方设想 后来 孔强认识了小自己14岁的现任妻子黄佳颖 两人爱情长跑67年 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 她与现任妻子在餐厅相识 聊到交往过程 其现任妻子说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谁 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 每次去上班 我都低着头做我的事 下班就直接回家 所以她们刚认识的那三年 没有任何交集 会结下缘分是因为当时孔强和别人合开公司 之后公司出了些问题 妻子跳出来帮她处理 也因为这样 两人陷入了爱河 至于为什么要等到交往多年 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 女方表示 因为她的小孩结婚要给个名分 虽然我们处得很好 但是没有名分要怎么称呼 于是 孔强决定三度结婚 孔强形容对方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20年 除了睡觉都没看过妻子素颜 更感动的是 对方为了照顾自己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宁愿选择不生 并协助打点家族的所有事情 让她能无后顾之忧地打拼事业 对此孔强说 我觉得这个老婆太值了 还秀出手机中太太的歉影 美貌与绝佳气质果然让现场人大赞 这是在拍剧照吗 好像年轻时候的马之琴 孔强透露 妻子曾在节目中被问到 但不担心老公离婚两次的感情经历 而她坦然地笑说 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被两位姐姐调教到变成一颗钻石 现在放在我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大气又充满智慧的回答 令现场嘉宾称赞不已 除了感情方面坎坷 在事业方面 孔强也曾遭遇不顺遂之事 多亏有现任妻子的帮助 孔强在接受专访时 回忆起了当时的负债情况 叹婉地说 当时面临张飞暂退演艺圈 节目改型 棚内节目减少 让自己收入锐减 加上 之前投资餐厅 工作室失利 欠下六百万巨债 只能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随后 孔强随着费玉清世界巡演 跑遍美国 中国 越南 东南亚 不过 即使是最贫穷的时候 她也没有想过亲生 也不愿伤害家人 并说 我要扛下来 才能兴望我的王国 之后 她只能努力工作 回忆起那时的境况 她说 公司经营状况不好 全球第一家音乐制作公司 规模做得很大 欠了国税局一堆不能不还的债 只能和国税局签约 按月分期还 我把欠债的支票一张张贴在墙上 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 压力很大 可以说是被钱追着跑 收入时好时坏 支出却一直是那么高 只能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最苦的时候还接下在过年期间拍摄的台湾灵异事件 一级酬劳一万五千元拍摄一星期 孔腔说 那时候公司也开得富丽堂皇 年轻人嘛 没有梦想 但是梦想没有办法和现实结合的时候 它就是个败笔 我们也都经历过了 也还好 因为经历那些 所以我才会是如今这个样子 当妻子被问及是否知道孔腔当时的状况 只表示 知道惨 但是并不知道那么惨 不过就算知道了 应该也不会离开他 因为那时候比较笨 觉得这个人不会害我就好 他觉得人只要善良 厄运都不会跟随太久 孔腔只是一时过不去 能帮忙就帮忙 此外 他由于上班太忙 没怎么花钱 就存了一些积蓄 还把新餐厅和车子卖了帮丈夫还债 他在债务快还完的时候 还大胆买房 以前 巴友台的一个总经理让孔腔去看一档歌唱节目 开会时 妻子在楼下一只等孔腔 孔腔为了打发一下他 就让他去看看前面不远处的房屋租售 结果孔腔开完会议问 妻子已经把房买了 孔腔当时就跌坐在街上 没想到住建区之后 万事顺利 节目做也做不完 自此 孔腔在妻子面前讲话的声量都小了一些 并说 他压怼鞭了吧 我就尽量闭嘴 而主持人也夸赞 女方很有智慧 生病的时候 妻子也对他不离不弃 此前 黄佳颖发现 孔腔有无药可制的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缺氧轻则变植物人 重则猝死 也有三高的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于是开始为孔腔细心打理身体 提醒他饮食清淡 按时检查 让孔腔感激地说 老婆是他生活的时钟 也嘴甜地表示 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还说 若自己先走 以利好遗嘱 不让后背吵架 但若老婆先走 自己会死守这房子 感受他的气息 钱财对我不重要 要的是感觉 会保留他喜欢的每样东西 先前 孔腔还曾在节目中形容自己宛如活在生死边缘 去年他晒出日常生活照 照片中他整个人暴瘦 许多粉丝看了相当忧心 纷纷留言 怎么便瘦那么多呢 对此他透露 当时瘦了25公斤 还说 以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现在是为了生活而乐在生活 感谢各位朋友关心哦 之后 孔腔再度出席公开活动 健康状况同样引起关注 当时他以增泡成功 现身公益活动 气色不错 并透露 现在每天都在享受寒衣浓测的生活 表示相当感恩 也相当珍惜现在的生活 同时 随着疫情逐渐趋缓 电视节目也解封恢复正常录像 而孔腔尽管工作忙碌 仍时常通过脸书分享生活境况 亲自于粉丝互动 深受粉丝喜爱 近日 孔腔在脸书晒出两张照片 只见他身穿白色T恤 头戴白色鸭舌帽 对着镜头开心比叶 心情看起来相当不错 他表示 自己终于打到疫苗 也准备好面对可能会发生的情况 但仍不确定身体是否会出现反应 当天 孔腔还兴奋地救了院长一起自拍 承载院长年轻又帅气 拿针下手非常温柔 因此不太有感觉 值得一提的是 孔腔在诊所接种时被医生认出来 对方一开始见到戴着奥运口罩的他 还以为是运动员 直到口罩一拿下来 才惊觉 居然是孔腔 他也跟粉丝分享 表示医生说从小就在加拿大看着他录制的电视长大 还觉得他怎么瘦那么多 现如今 孔腔的身体状况也在不断好转 在妻子的帮助与陪伴下 有了新希望 曾经的苦难都已经过去 住院今后 他能与妻子共度美好岁月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也希望他能保重身体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64岁的孔腔 本名庄永轩 是综艺节目中不可或缺的御用伴奏 然而 近年来他因为恶极患病 体重暴瘦了25公斤 甚至一度入院治疗 最新的境况终于曝光了 孔腔曾是综艺节目中大哥大张飞 胡瓜等主持人必用的伴奏老师 然而 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引起了警示 由于糖尿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导致病发症恶化 孔腔体重暴瘦至52公斤 全身衰弱 乏力 他坦言糖尿病绝对不能拖延 因为他会侵蚀身体的所有器官 加之他本身还患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三大影集 近年来他相当谨慎 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调养自己 直至病情有所缓解 最近在节目中 孔腔分享了自己的健康状况 坦言自己前两年差点要向大家告别 幸运的是 他的状态已经明显好转 录制节目时也显得气色好多了 这让大家都感到放心不少 在《命运好好玩》节目中 孔腔被问及近年来深受糖尿病困扰的情况 他笑称现在已经好多了 前两年差一点要跟大家说再见 一旁的男星白云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他前两年身体真的很虚弱 我在录影时看到了 他容易疲劳 筋疲力尽 孔腔透露 当年在录影现场 后台放着一个床垫 他没拍戏的时候就躺在那边 几乎走不动了 面对主持人陈亚兰惊讶的提问 怎么会这样 孔腔无奈地表示 就是因为糖尿病了 他还提到自己平均每年要吃500个便当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待在摄影棚里 他感慨到 人前风光 人后心酸 每天都只能吃便当 因为没有选择 知道自己可能会这样 结果也确实吃出了一些毛病 他也坦言 由于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小毛病 糖尿病就像是把你的器官泡在糖水里 耗久了以后都会毁坏 无法挽回 孔腔还回忆起当年猪哥亮的一段话 我如果走了 我就送你我的糖尿病 这番话让全场笑声不断 当时也在场的陈亚兰也正式说 猪大哥真的这样讲的 对着孔腔这样讲 猪大哥都这样 他也不能说不接受 结果就真的发生了 孔腔一度身体状况欠佳 体重减至五十多公斤 糖尿病把你全身的脂肪都燃烧 他不仅面临健康问题 还曾罹患忧郁症 尽管个性开朗 他起初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健康问题 直到两位医生的警告才意识到异状 那段时间 我觉得我已经快要死了 我真的快不行了 我看不到我家人 我什么都会没有 孔腔 原名庄永轩 生于1958年12月11日 是著名的电子琴乐师 他原本是一名卡车司机 出于对乐器演奏的热爱 后来在台式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的音乐教室中担任伴奏 逐渐走上了成名之路 同时 他还长期在中式节目 综艺大哥大 终与张飞合作 以及在民事节目 诸葛会社终与诸葛亮合作 默契配合 在节目 单身行不行 他坦诚地谈及感情生活 自曝结过三次婚 第二次婚姻结束后 自己还净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前妻 在节目中 他坦言 19岁时与初恋女友是凤子成婚的 并说 闹出人命来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真的非常肤浅 细数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孔腔回忆 当时常跟随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导致十年后婚姻破裂 恢复单身后 孔腔在钢琴酒吧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考虑女方家长 希望女儿有名分 三年后他再度进入了婚姻 对此孔腔笑谈 真的莫名其妙 又结了一次婚 婚后妻子表明不喜欢孔腔的职业 希望他能换朝九晚五的工作 最终双方没达成共识 几年后和平离婚 孔腔感念他跟了自己那么久 什么都没得到 索性把财产都留给了对方 并说 离开的时候 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一部琴 同时感谢前妻 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还赞赏他把儿子交得很好 历经两段失败的婚姻 孔腔开始检讨自己 觉得是因为之前太自我 并坦承了自己那时候的想法 说道 我总是认为我是在赚钱的人 对方应该跟随我服从我 所以也不应该说太多 后来他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夫妻应该互相忍让 都为对方着想 后来 孔腔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 现任妻子黄家颖 两人的爱情长跑 持续了六七年 直到2005年 才正式登记结婚 他们是在一家餐厅相识的 回忆起交往过程 黄家颖说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情 每次上班都低着头 做自己的事情 下班后就直接回家 因此 他们刚认识的头三年 并没有太多交集 直到有一次 孔腔与他人合开公司 公司出了些问题 黄家颖跳出来帮他处理 才让两人的缘分逐渐加深 陷入了爱恨 至于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 才登记结婚 黄家颖解释道 因为他的孩子需要一个正式的家庭 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但没有结婚的名分 就不方便称呼 因此 孔腔决定第三次结婚 他形容黄家颖是一个 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二十年来 除了睡觉时 从未见过妻子的素颜 更令他感动的是 黄家颖为了照顾 他的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甚至选择不要自己的孩子 并全力协助处理家族事务 使他能够专心发展事业 除了情感方面的挫折 孔腔在事业上也曾遭遇困境 多亏了现任妻子的帮助 他在接受采访时 回忆起了负债情况 当时面临着张飞暂时退出演艺圈 节目调整 同类型节目减少 导致收入锐减 再加上之前投资的餐厅工作室失利 限下了六百万的巨额债务 只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 最后 孔腔靠着费玉清的世界巡回演出 走遍了美国 中国 越南和东南亚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也从未考虑过放弃 也不愿伤害家人 他说 我必须承担起这一切 才能让我的事业兴盛 随后 他只能努力工作 回忆起那段时光 他说 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 作为全球第一家音乐制作公司 规模庞大 限下了国税局大量无法推脱的债务 只能与国税局签署分期偿还协议 我把每张支票贴在墙上 每天都看着要还哪些钱 压力很大 可以说是被债务逼得喘不过气来 收入时好时化 但支出一直很高 因此他不得不抓住任何赚钱的机会 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甚至接下了在过年期间拍摄的台湾灵异世界 美籍的酬劳只有一万五千元 但为了生活 他还是拍摄了整整一周 他相信只要心怀善意 厄运就不会长时间陪伴 孔强只是暂时遭遇困境 而他则主动伸出援手 此外 由于工作繁忙 他几乎没有花费 积攒了一些积蓄 他甚至为了帮助丈夫还债 卖掉了西餐厅和车子 在债务还清之际 他大胆地购买了一处房产 曾经 一位电视台总经理 邀请孔强主持一档歌唱节目 在会议期间 妻子一直在楼下等待孔强 为了打发他的时间 孔强让他去看附近的房屋出租情况 结果 当孔强结束会议后询问时 妻子已经购买了房屋 孔强当时呆坐在街上 没有想到住进去后一切都顺利进行 节目也大获成功 从那以后 孔强在妻子面前说话时 声音小了许多 并说 他算是选对了编板 我会尽量少说话 主持人也称赞妻子非常聪明 在生病期间 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黄佳颖发现 孔强患有无法医治的重度睡眠呼吸暂停症 以及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三高 因此 他开始细心照料孔强的身体 提醒他饮食清淡 定期进行检查 孔强感激地称赞妻子是他生活的时钟 并甜蜜地说 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他还表示 如果自己先离去 会嘱咐好遗嘱以免后背争斗 但如果是妻子先走 他会守在房子里感受他的气息 钱财对我并不重要 我重视的是感受 会保留他喜欢的每一样东西 此前 孔强曾在节目中 形容自己生活在生死边缘 他曾晒出日常生活照片 照片中他整个人瘦得令人担心 他透露当时体重减轻了25公斤 并表示 以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现在是为了生活而乐在其中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 后来 孔强再次参加公开活动 他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关注 当时他已经成功增重 现身公益活动时气色不错 他透露 现在每天都在享受和孙子在一起的生活 深感满足和感恩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缓解 电视节目也开始解封 并恢复正常录制 尽管孔强工作繁忙 但他仍经常通过社交媒体 分享生活状况 并与粉丝互动 深受粉丝喜爱 然而 如今孔强的身体状况 也在不断好转 在妻子的帮助和陪伴下 有了新的希望 曾经的苦难都已经过去 祝愿他与妻子共度美好岁月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也希望他能保重身体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近日 知名月略老师孔强 原名壮友轩 近况曝光 原来 近年来 他深受糖尿病所苦 一度因并发症导致状况恶化 设访时孔强苦权大众 糖尿病千万不能脱 会吞噬掉身上所有器官 生病一年 要花好多时间补回来 日前孔强罕见 现身供应活动 看起来气色错不错 他还透露 自己目前每天都在享受 寒衣农孙的生活 表示自己相当感恩 惜福现在的生活 据相关媒体报道 孔强前些年 便因离糖尿病 一度报收20多公斤 先前瘦到只剩52公斤 他谈言 从前就是工作太忙 以至于耽误了 治病的最佳时期 根据国民营养健康状况 变迁调查成果报告 2017-2022年 糖尿病剩性率 在男性这边高达11.4% 而女性则高达8.9% 此外 糖尿病还位列 110年十大死因 死亡率排序第五位 并且将较往年死亡率 还增加了11% 因此不可不慎 可能引起糖尿病的因素众多 除了遗传 肥胖与血脂过高等因素外 根据台中荣总的资料 年龄增长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当年龄增加 发病率也会逐渐上升 因此周年后需特别留意 而大于40岁 更是第二型糖尿病的 好发年龄 这些医院营养治疗科主任 蔡世德曾受媒体访问指出 糖尿病平均约在50岁上下发病 且患者有肥胖酸高的比例 占比很高 过去也有研究发现 60岁前后发病的糖尿病患者 平均都有10年病史 换句话说 在50岁即有血糖升高现象 事实上除了报售外 根据台中荣总胃教资料显示 还有不少症状也是糖尿病的征兆 包括多吃 多喝 贫尿 尿中有糖 伤口不易愈合 容易疲倦 皮肤痒等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 若出现吃多 喝多 尿多 体重减轻值 三多一少现象 高血糖问题早已出现一段时间 内分泌新陈代谢专科医师蔡明杰曾维稳指出 三多一少现象是在血糖很高时才会出现 若出现上述症状 血糖恐已高达2300 远超血糖126就可诊断为糖尿病的标准 所幸瘟疫期间因为工作量的减少 孔腔才得以空前下来认真在家调养身体 每天正常饮食加上努力运动 目前已胖回64公斤 快达到目标体重65公斤 气色也好了许多 还表示我真的努力增肥 代表身体变好了 孔腔感叹道 这把年纪才发现健康是最重要的 我每天都要做开心的事 赚钱与否也不重要了 曾经身体五病的他 表示自己如今已经看待一切 规划好了身后事 财政大权也全都交给老婆打理 孔腔日前接受某杂志专访 回忆自己负债的那段时间 能卖的都卖了 投资的挫败也毁了第二段婚姻 靠着三年不吃只喝的生活拼命赚钱 终于让经济状况好转 据报道 孔腔投资餐厅工作室实力 欠下600万巨债 除了月气及妻子 其他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然而这一切还是毁了他的第二段婚姻 他只能尽力工作 欠债的支票我一张张贴在墙上 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 任何赚钱的机会都不放过 最苦的时候 还接下来在过年期间拍摄的台湾灵异事件 一级酬劳15000元拍摄一星期 终于靠着三年不吃只喝的生活 重新站起来 发誓再也不放投资 他庆幸之后遇见了小他14岁的黄佳颖 对他不离不弃 二人于2005年结婚 成了他的第三任老婆 他还发现孔腔有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他打句说 每天祈祷不要睡着后 起床就与神同行了 孔腔说 就医确诊后没有特效药 也无药可治愈 现在他睡前需带上呼吸器 此外他还有糖尿病 高血压 高血糖和高血质的毛病 还好他早看胆生死 也已经在律师见证下利好遗嘱 孔腔说 当时面临张飞暂退演一圈 孔腔就随着北欲清世界巡演 跑遍美国 中国 越南 东南亚 张家一直很照顾孔家人 让他即使在最贫穷的时候 也没有想过放弃 因为他实在不愿伤害家人 我要扛下来才能兴胜我的王国 孔腔先前曾在节目中透露 自己满身疾病 除了有高低肩 脊椎侧弯 睡眠 呼吸中止症 还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质等三大印记 他形容自己宛如活在生死边缘 之前他还晒出日常生活照时 照片中的他整个人暴瘦 许多粉丝看了相当忧心 怎么变瘦那么多呢 对此他透露 自己瘦了25公斤 以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现在是为了生活而乐在生活 感谢各位朋友关心 如今已经60多岁的孔腔 是台湾综艺节目最著名的乐团老师 更是主持天王张飞 诸葛亮 胡瓜 与于天的御用伴奏 他近日在节目侃侃而谈感情生活 自爆自己结过三次婚 第二段婚姻更是近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都给前妻 孔腔在节目单身行不行表示 19岁时与初恋女友奉刺成婚 初恋女友怀孕了 孩子来了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 真的非常非常的肤浅 细数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孔腔回忆 当时常常跟着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也不太关心自己的老婆 导致十年婚姻 最终已破裂收场 恢复单身后 孔腔不久便在钢琴酒吧 认识了自己的第二任妻子 考虑到女方家长 希望女儿有名分 于是便在结束第一段婚姻三年后 再度进入婚姻 孔腔笑谈 真的莫名其妙又结了一次婚 但是想不到婚后 前妻表明不喜欢孔腔的职业 希望孔腔能换朝九晚五的工作 可孔腔不愿放弃自己热爱的事业 双方还是没能达成共识 几年后便和平离婚 孔腔离婚后 感念前妻干了自己多年 什么都没得到 索性把财产全部都归属前妻 离开的时候 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一部亲 同时感谢前妻 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孔腔赞赏 她把自己的儿子交得很好 也很感谢第二任妻子 对自己多年的照顾与陪伴 二人最终好聚好散 历经过两段失败的婚姻 孔腔也开始检讨自己 她觉得自己太过自我 我总是认为我是在赚钱的人 你应该跟随我 服从我 所以你就不要说太多了 后来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夫妻应该要互相忍让 多为对方设想 于是把这种个性的特质 转移到事业 我觉得很好啊 工作上面我就不能容忍猪队友 在家里面可以有个猪老婆 没有关系 孔腔后来认识了 小自己14岁的现任老婆 两人爱情长跑67年 因为女友的身份 并不方便打点孔腔的工作 至于为什么决定三度结婚 孔腔表示 反正在一起一张纸给你 告诉大家她是我老婆 以后她做的决定 等于是我做的决定 请大家尊重一下 孔腔描述自己现在的老婆 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二十多年 除了睡觉都没看到过老婆素颜 更感动的是 老婆为了照顾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宁愿选择不生 并协助打点家族的所有事情 让孔腔无后顾之忧地打拼自己的事业 我觉得这个老婆太值了 她还向主持人秀出手机中的太太的歉意 美貌与绝佳气质果然让现场人大赞 这是在拍剧照吗 好像年轻时候的马之琴 孔腔透露 老婆曾在节目中被问到 担不担心老公离婚两次的背景 她坦然地笑说 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被两位姐姐调教到变成一颗钻石 现在放在我手里有什么不好呢 大气又充满智慧的言论 被现场来宾赞赏不已 据悉 孔生与现任老婆在餐厅结识 现任老婆当时在担任被厮守 聊到交往过程 老婆说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谁 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 每次去上班 我都低着头做我的事 下班就直接回家 所以她一开始 他们认识的那三年 都没有任何交集 二人会结下缘分 是因为当时孔生和别人合开公司 没想到公司出了些问题 老婆跳出来帮她处理 也是因为这样 两人才会陷入爱河 至于为什么要等到交往多年 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 老婆表示 因为她的小孩结婚要给个名分 虽然我们处得很好 但是没有名分要怎么称呼 据了解二人相识时 孔强还没有还清债务 但她的第三任老婆并不介意 也愿意跟着孔强一起吃苦 所幸孔强随后顺利还清债务 还将自己的所有财产 都交给了如今的妻子管理 孔强是综艺大哥大张飞 胡瓜主持综艺节目必用的伴奏老师 不料近几年饱受糖尿病 高血糖 高血压所苦 曾因罹患糖尿病没有控制好 一度暴瘦25公斤 她近来上节目谈及一度 因患糖尿病身体虚弱 后来有忧郁症 曾冒出不好念头 而她与朱哥亮交情甚好 孔强表示当年朱哥亮一语成衬 朱大哥说她如果走 什么都没留给我 糖尿病送我了 后来孔强体重一度降到52公斤 还罹患忧郁症 那阵子觉得我已经快死了 我真的快不行了 我看不到我家人了 孔强表示 当时身体状况不佳 录像后台有摆一张床垫 在录像空荡 她就会躺着休息 我躺在那边 快不行了 又因工作关系长期吃便当 我一年大概要吃500个便当 每天没得选择就吃出毛病来 慢慢觉得糖尿病就像身体是一个糖水 把器官泡在糖水里 泡久了以后都败坏了 回不来了 会啃失掉身上所有器官 她近年相当谨慎 生病一年花很多时间才调养过来 而孔强目前身体相当健康 加入改版后的《我爱冰冰兽》 并替节目写了许多普帮歌手伴奏 甚至录影前三天就熬夜邪谱 让主持人白冰冰心疼只喊 如果是我老公我会不舍 之后孔强再度出席公开活动 健康状况同样引起关注 当时她已增胖成功献身公益活动 气色不错 并透露 现在每天都在享受寒衣弄孙的生活 表示相当感恩 也相当珍惜现在的生活 同时随着瘟疫逐渐趋缓 电视节目也解封恢复正常录像 而孔强尽管工作忙碌 仍时常通过脸书分享生活近况 亲自与粉丝互动 深受粉丝喜爱 孔强出生于1958年12月11日 本名庄永轩 是著名的电子琴乐师 他原来是一名卡车司机 由于热爱乐器演奏 后来在台式综艺节目龙兄虎弟的招牌单元 音乐教室中担任伴奏 开启了成名之路 同时也在中式张飞主持的综艺大哥大中 长期担任伴奏 后来又在民事节目诸葛会社中担任伴奏 与诸葛亮配合默契 5月份的时候 他在节目单身行不行 侃侃而谈感情生活 自曝结过三次婚 第二段婚姻结束后 自己还净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前妻 在节目中他坦言 19岁时与初恋女友是凤子成婚的 并说闹出人命来了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真的非常肤浅 细数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孔腔回忆 当时常常跟着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导致10年后婚姻破裂 恢复单身后 孔腔在钢琴酒吧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考虑女方家长希望女儿有名分 三年后他再度进入了婚姻 对此孔腔笑谈真的莫名其妙 又结了一次婚 婚后妻子表明不喜欢孔腔的职业 希望他能换朝九晚五的工作 最终双方没达成共识 几年后和平离婚 孔腔感念他跟了自己那么久 什么都没得到 索性把财产都留给了对方 并说离开的时候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一部琴 同时感谢前妻 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还赞赏他把儿子交得很好 历经两段失败的婚姻 孔腔开始检讨自己 觉得是因为之前太自我 并坦承了自己那时候的想法 说道 我总是认为我是在赚钱的人 对方应该跟随我服从我 所以也不应该说太多 后来他才意识到这是不对的 夫妻该要互相忍让 都为对方设想 后来孔腔认识了小自己 14岁的现任妻子黄佳颖 两人爱情长跑六七年 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 他与现任妻子在餐厅相识 聊到交往过程 其现任妻子说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 每次去上班我都低着头做我的事 下班就直接回家 所以他们刚认识的那三年 没有任何交集 会结下缘分 是因为当时孔腔和别人合开公司 之后公司出了些问题 妻子跳出来帮他处理 也因为这样两人陷入了爱河 至于为什么要等到交往多年 直到2005年才登记结婚 女方表示 因为他的小孩结婚要给个名分 虽然我们处得很好 但是没有名分要怎么称呼 于是孔腔决定三度结婚 孔腔形容对方是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20年除了睡觉都没看过妻子素颜 更感动的是 对方为了照顾自己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宁愿选择不生 并协助打电家族的所有事情 让他能无后顾之忧地打拼事业 除了感情方面坎坷 在事业方面孔腔也曾遭遇不顺遂之事 多亏有现任妻子的帮助 孔腔在接受专访时 回忆起了当时的负债情况 叹婉地说 当时面临张飞赞退演艺圈 节目改型 同类节目减少让自己收入锐减 加上之前投资餐厅工作室实力 欠下600万巨债 只能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 最后孔腔随着肺域精世界巡演 跑遍美国 中国 越南 东南亚 不过即使是最贫穷的时候 他也没有想过轻生 也不愿伤害家人 并说我要扛下来才能兴望我的王国 之后他只能努力工作 回忆起当时的近况 他说公司经营状况不好 全球第一家音乐制作公司 规模做得很大 欠了国税局一堆不能不还的债 只能和国税局签约 按月分期还 我把欠债的支票一张张贴在墙上 每天看着要付哪些钱 压力很大 可以说是被钱追着跑 收入时好时坏 支出却一直是那么高 只能不放过任何赚钱的机会 最苦的时候 还接下在过年期间拍摄的台湾灵异事件 一级酬劳一万五千元 拍摄一星期 他觉得人只要善良 厄运都不会跟随太久 孔腔只是一时过不去 能帮忙就帮忙 此外他由于上班太忙没怎么花钱 就存了一些积蓄 还把西餐厅和车子卖了帮丈夫还债 他在债务快还完的时候还大胆买房 以前巴友台的一个总经理 让孔腔去开一档歌唱节目 开会时妻子在楼下一职等孔腔 孔腔为了打发一下他 就让他去看看前面不远处的房屋足手 结果孔腔开完会议问 妻子已经把房买了 孔腔当时就跌坐在街上 没想到住进去之后万事顺利 节目做也做不完 自此孔腔在妻子面前讲话的声量都小了一些 并说他压队编了吧 我就尽量闭嘴 而主持人也夸赞女方很有智慧 生病的时候妻子也对他不离不弃 此前黄佳颖发现孔腔有无药可治的重度睡眠呼吸中止症 缺氧轻则变植物人 重则去世 也有三高的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 于是开始为孔腔细心打理身体 提醒他饮食清淡 按时检查 让孔腔感激地说老婆是他生活的始终 也嘴甜地表示 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还说若自己先走 你立好遗嘱不让后辈吵架 但若老婆先走 自己会死守着房子感受他的气息 钱财对我不重要 要的是感觉 会保留他喜欢的每样东西 先前孔腔还曾在节目中 形容自己宛如活在生死边缘 之前他晒出日常生活照 照片中他整个人报受 许多粉丝看了相当忧心 纷纷留言怎么变瘦那么多呢 对此他透露当时瘦了25公斤 还说以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现在是为了生活而乐在生活 感谢各位朋友关心我 之后孔腔再度出席公开活动 健康状况同样引起关注 当时他已增胖成功现身公益活动 气色不错 并透露 现在每天都在享受寒衣弄孙的生活 表示相当感恩 也相当珍惜现在的生活 同时随着瘟疫逐渐趋缓 电视节目也解封恢复正常录像 而孔腔尽管工作忙碌 仍时常通过脸书分享生活近况 亲自与粉丝互动 深受粉丝喜爱 不过 现如今孔腔的身体状况也在不断好转 在妻子的帮助与陪伴下有了新希望 曾经的苦难都已经过去 祝愿今后他能与妻子共度美好岁月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也希望他能保重身体 给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64岁的孔腔 本名庄永轩 是综艺节目中不可或缺的御用伴奏 然而 近年来他因为恶极患病 体重暴瘦了25公斤 甚至一度入院治疗 最新的境况终于曝光了 孔腔曾是综艺节目中 大哥大张飞 胡瓜等主持人必用的伴奏老师 然而 近年来他的健康状况引起了警示 由于糖尿病没有得到有效控制 导致病发症恶化 孔腔体重暴瘦至52公斤 全身衰弱 乏力 他坦言糖尿病绝对不能拖延 因为他会侵蚀身体的所有器官 加之他本身还患有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三大隐级 近年来他相当谨慎 花费了很多时间来调养自己 直至病情有所缓解 最近在节目中 孔腔分享了自己的健康状况 坦言自己前两年差点要向大家告别 幸运的是 他的状态已经明显好转了 录制节目时也显得气色好多了 这让大家都感到放心不少 在《命运好好玩》节目中 孔腔被问及近年来深受糖尿病困扰的情况 他笑称现在已经好多了 前两年差一点要跟大家说再见 一旁的男星白云也证实了他的说法 他前两年身体真的很虚弱 我在录影时看到了 他容易疲劳 筋疲力尽 孔腔透露 当年在录影现场 后台放着一个床垫 他没拍戏的时候就躺在那边 几乎走不动了 面对主持人陈亚兰惊讶地提问 怎么会这样 孔腔无奈地表示 就是因为糖尿病了 他还提到自己平均每年要吃500个便当 由于工作需要经常待在摄影棚里 他感慨到 人前风光 人后心酸 每天都只能吃便当 因为没有选择 知道自己可能会这样 结果也确实吃出了一些毛病 他也坦言 由于工作繁忙 没有时间顾及这些小毛病 糖尿病就像是把你的器官泡在糖水里 泡久了以后都会毁坏 无法挽回 孔腔还回忆起当年朱哥亮的一段话 我如果走了 我就送你我的糖尿病 这番话让全场笑声不断 当时也在场的陈亚兰也正式说 朱大哥真的这样讲的 对着孔腔这样讲 朱大哥都这样 他也不能说不接受 结果就真的发生了 孔腔一度身体状况欠佳 体重减至50多公斤 糖尿病把你全身的脂肪都燃烧 他不仅面临健康问题 还曾罹患忧郁症 尽管个性开朗 他起初不愿意相信自己的健康问题 直到两位医生的警告才意识到异状 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已经快要死了 我真的快不行了 我看不到我家人 我什么都会没有 孔腔 原名庄永轩 生于1958年12月11日 是著名的电子琴乐师 他原本是一名卡车司机 出于对乐器演奏的热爱 后来在台式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的音乐教室 中担任伴奏 逐渐走上了成名之路 同时 他还长期在中式节目 综艺大哥大 终与张飞合作 以及在民事节目 诸葛会社 终与诸葛亮合作 默契配合 在节目 单身行不行 他坦诚地谈及感情生活 自曝结过三次婚 第二次婚姻结束后 自己还净身出户 把所有财产都留给了前妻 在节目中 他坦言 19岁时与初恋女友是凤子成婚的 并说 闹出人命来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真的非常肤浅 细数想想 我也是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孔腔回忆 当时常跟随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导致十年后婚姻破裂 恢复单身后 孔腔在钢琴酒吧 认识了第二任妻子 考虑女方家长 希望女儿有名分 三年后 他再度进入了婚姻 对此孔腔笑谈 真的莫名其妙 又结了一次婚 婚后妻子表明不喜欢孔腔的职业 希望他能换朝九晚五的工作 最终双方没达成共识 几年后和平离婚 孔腔感念他跟了自己那么久 什么都没得到 索性把财产都留给了对方 并说 离开的时候 我只开一部车 还有我一部琴 同时感谢前妻 曾经出现在自己的生命中 还赞赏他把儿子交得很好 历经两段失败的婚姻 孔腔开始检讨自己 觉得是因为之前太自我 并坦承了自己那时候的想法 说道 我总是认为我是在赚钱的人 对方应该跟随我服从我 所以也不应该说太多 后来他才意识到 这是不对的 夫妻应该互相忍让 都为对方着想 后来 孔腔认识了比自己小14岁的 现任妻子黄佳颖 两人的爱情长跑 持续了六七年 直到2005年 才正式登记结婚 他们是在一家餐厅相识的 回忆起交往过程 黄佳颖说 我一直不知道他是谁 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情 每次上班都低着头 做自己的事情 下班后就直接回家 因此 他们刚认识的头三年 并没有太多交集 直到有一次 孔腔与他人合开公司 公司出了些问题 黄佳颖跳出来帮他处理 才让两人的缘分逐渐加深 陷入了爱恨 至于为什么等了这么多年 才登记结婚 黄佳颖解释道 因为他的孩子 需要一个正式的家庭 虽然我们之间的关系很好 但没有结婚的名分 就不方便称呼 因此 孔腔决定第三次结婚 他形容黄佳颖是一个重视外表和内涵的女人 结婚二十年来 除了睡觉时 从未见过妻子的素颜 更令他感动的是 黄佳颖为了照顾他的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甚至选择不要自己的孩子 并全力协助处理家族事务 使他能够专心发展事业 除了情感方面的挫折 孔腔在事业上也曾遭遇困境 多亏了现任妻子的帮助 他在接受采访时 回忆起了负债情况 当时面临着张飞暂时退出演艺圈 节目调整 同类型节目减少 导致收入锐减 再加上之前投资的餐厅工作室失利 欠下了六百万的巨额债务 只能卖掉所有能卖的东西 最后 孔腔靠着费玉清的世界巡回演出 走遍了美国 中国 越南和东南亚 即使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也从未考虑过放弃 也不愿伤害家人 他说 我必须承担起这一切 才能让我的事业兴盛 随后 他只能努力工作 回忆起那段时光 他说 公司的经营状况不佳 作为全球第一家音乐制作公司 规模庞大 欠下了国税局大量无法推脱的债务 只能与国税局签署分期偿还协议 我把每张支票贴在墙上 每天都看着要还哪些钱 压力很大 可以说是被债务逼得喘不过气来 收入时好时化 但支出一直很高 因此他不得不抓住任何赚钱的机会 在最困难的时候 他甚至接下了在过年期间拍摄的 台湾灵异世界 每集的酬劳只有一万五千元 但为了生活 他还是拍摄了整整一周 他相信只要心怀善意 厄运就不会长时间陪伴 孔强只是暂时遭遇困境 而他则主动伸出援手 此外 由于工作繁忙 他几乎没有花费 积攒了一些积蓄 他甚至为了帮助丈夫还债 卖掉了西餐厅和车子 在债务还清之际 他大胆地购买了一处房产 曾经一位电视台总经理邀请孔强主持一档歌唱节目 在会议期间 妻子一直在楼下等待孔强 为了打发他的时间 孔强让他去看附近的房屋出租情况 结果 当孔强结束会议后询问时 妻子已经购买了房屋 孔强当时呆坐在街上 没有想到住进去后一切都顺利进行 节目也大获成功 从那以后 孔强在妻子面前说话时 声音小了许多 并说 他算是选对了编板 我会尽量少说话 主持人也称赞妻子非常聪明 在生病期间 妻子一直陪伴在他身边 黄佳颖发现 孔强患有无法医治的重度 睡眠呼吸暂停症 以及高血压 高血糖 高血脂等三高 因此 他开始细心照料孔强的身体 提醒他饮食清淡 定期进行检查 孔强感激地称赞妻子 是他生活的时钟 并甜蜜地说 老婆是我这辈子最后的恋人 他还表示 如果自己先离去 会嘱咐好遗嘱 以免后背争斗 但如果是妻子先走 他会守在房子里感受他的气息 钱财对我并不重要 我重视的是感受 会保留他喜欢的每一样东西 此前 孔强曾在节目中 形容自己生活在生死边缘 他曾晒出日常生活照片 照片中他整个人受得令人担心 他透露当时体重减轻了25公斤 并表示 以前是为了工作而生活 现在是为了生活而乐在其中 感谢各位朋友的关心 后来 孔强再次参加公开活动 他的健康状况引起了关注 当时他已经成功增重 现身公益活动时 气色不错 他透露 现在每天都在享受 和孙子在一起的生活 深感满足和感恩 随着疫情逐渐得到缓解 电视节目也开始解封 并恢复正常录制 尽管孔强工作繁忙 但他仍经常通过社交媒体 分享生活状况 并与粉丝互动 深受粉丝喜爱 然而 如今孔强的身体状况 也在不断好转 在妻子的帮助和陪伴下 有了新的希望 曾经的苦难都已经过去 祝愿他与妻子 共度美好岁月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也希望他能保重身体 为观众带来更多惊喜 64岁知名乐队老师孔强 钟永娟 是许多综艺节目的资深伴奏 总是用音效和主持人们互动 就场式的效果深受观众喜欢 最初在台式综艺节目 龙兄虎弟的招牌单元 音乐教室 担任伴奏 音而成名 也在中式张飞主持的综艺大歌大中 长期担任伴奏 目前在民事诸葛会社中担任伴奏 与诸葛亮配合完美 孔强曾有过三段婚姻 与现任老婆在餐厅结识 老婆当时担任贝斯手 聊到交往过程 老婆说 我一直不知道她是谁 因为我不太关心演艺圈的事 每次去上班 我都低着头做我的事 下班就直接回家 所以她一开始 他们认识的那三年 都没有任何交集 孔强有过三段婚姻 当年第一段婚姻是19岁那年 一年少无知 与初恋女友公子成婚 闹出人命来了 所以我还是要负责任 但是因为年纪太轻 对婚姻的看法 真的非常非常的肤浅 如今再回首这段无缘的感情 她的脸上 也不禁浮现出一抹歉疚 当时常常跟着 秀场天王到处工作 没有时间照顾家庭 十年婚姻最终破裂 是我辜负了一个好女人 第二段婚姻 则是因老婆不喜欢她的职业 希望她能换朝九晚五的稳定工作 最终合并分手 谢谢前妻把儿子交得好 她选择净身出户 把财产都给了她 如今想来 她自行地表示 都是因为太自我 觉得我在赚钱 你应该服从我 就不要说太多了 在认识现在身边 小14岁的老婆后 婚姻老师将这一段感情路上 走得十分顺利 两人爱情长跑六七年 因为女友的身份 并不方便打点婚姻的工作 决定三度结婚 反正在一起一张纸给你 告诉大家 她是我老婆 以后她做的决定 等于是我做的决定 请大家尊重一下 事实上 夫妻俩这些年来 也成了彼此 最依赖的灵魂伴侣 孔强老师之言 最感动的 便是老婆为了照顾 她与前妻们的三个孩子 选择不生 并协助打点家族的所有事情 让她能无后顾之忧地 打拼事业 除此之外 值得一提的是 孔强老师还透露 老婆曾在节目中 被问到 丹不担心 老公失婚二次的背景 当时太太的回应 让她感动至今 她本来就是一块石头 被两位姐姐调教到 变成一颗钻石 现在放在我手里 有什么不好呢 大气又充满智慧的言论 被现场来宾赞赏不已 近年来 她饱受糖尿病 高血糖 高血压之苦 过去 还因糖尿病没控制好 一度饱瘦25公斤 体重仅52公斤 日前 孔强上命运好好玩 谈及这段往事 谈言 当时身体不好 后来甚至罹患忧郁症 冒出寻短的念头 直说 前两年差一点 要跟大家说再见 一旁的男性 白云也认证 她前两年真的整个身体很虚 我去录影的时候 看到她是很容易累 疲惫 孔强深长透过音乐 为节目增添效果 是综艺大哥们心中 红润的最佳律页 事业定生时期 一年365天 几乎都在摄影空度过 孔强表示 她当时身体状况不佳 录像后台 有摆一个床垫 只要有空档 就会躺下休息 我躺在那边 快不行了 她表示 因工作关系 长期吃便当 但因录影时间 能掌控 往往等到饭菜都凉透 无油 甚至酸掉 也别无选择 未能顾及饮食均衡 我一年大概要吃500个便当 每天没得选择 就吃出毛病来 慢慢觉得 糖尿病就像身体器官 泡在糖水里 够久了以后 都坏坏了 跪过来了 而孔强与诸葛亮 私交深口 她表示 当年诸葛亮一语成善 令糖尿病 找到她身上 朱大哥说 她如果走 什么都没留给你 糖尿病送你了 果真 两年前 她从77公斤 爆瘦到52公斤 艺人诸葛亮于15日 冰糖尿病病逝 降瘦70岁 此前 林糖尤家人及好友 共同大力 低连 选在板桥龙华会馆 16日 许多艺人都到场质疑 孔强自己 一直开玩笑称 对方为温体珠 诸葛亮告别秀 二十日上午举行 一路跟着她作秀表演的孔强 担任这次告别是音乐总监 拽领情人团队为诸葛亮 演奏 月头看自己 白金十字链等经典歌曲 但其中游手是步步惊心的主题曲 三寸天堂 与诸葛亮本土风格十分不同 孔强说 我平常都弹老歌给他听 今天暂时不要听嘛 孔强准备的歌曲当中 有经典戏剧的主题曲 三寸天堂 令人耳目一新 孔强说 其实这是大家几次广义出来的歌单了 希望这场告别式是很温暖的 也是因为今天到场的来宾 既有年轻人 不要太奇风苦雨 因为他印象是把欢乐带给大家的人 他说要听老歌 我已经谈过很多很多对他听了 你今天暂时不要听嘛 让我谈给客人听 不要跟我抢 不过事实上 三寸天堂歌词 您在这里不敢走下去 让悲伤无法上演 下一页你亲手写上的离别 由不得我拒绝 描述离别 后歌 不再看天上太阳透过云彩的光 不再找约定了的天堂 不再看你说过的人间世事无常 记不到的三寸日光 听了更是令人揪心 他在会场内看到来调宴的亲友泪风 自己也差点忍不住 哦 那个王彩画哭得好惨 郭彩杰也是眼睛像水笼统一样 眼泪一直掉 他原本不希望带着难过的心情 送诸葛亮的保育成 但看到王彩画泪风 仍忍不住鼻酸 孔强患上糖尿病后形容 糖尿病把你全部的脂肪都燃烧 当时还一度罹患忧郁症 原本个性开朗的他起初还不愿意相信 只经过两个医生警告后才发现一状 直呼不敢置信 他这么开心的人会罹患忧郁症 我跟医生说 哪来忧郁症 结果那阵子觉得已经快死了 已经快不行了 我看不到我家人了 孔强日秦上聚焦2.0 分享团阅身体的心路历程 并是被抬着担架进场 原来孔强在身体状况最差的时期 连续走5分钟的路都会让他气喘如牛 他说这样能让他谨记自己最虚弱的时候 先前因为劳累导致糖尿病恶化 一度暴瘦25公斤 身体非常的虚弱 每天都感到相当疲倦 最严重的时期连走路都会喘不过气 失去健康的孔强 整天待在床上动也不想动 所有吃喝拉撒都是坐在床上完成 后来遇到新冠肺炎疫情 工作量减少 好在后来年幼的孙子来到他身边 每天会提醒他 爷爷做运动 因此孔强每小时会规定 自己爬梯子10分钟 训练腿部肌肉 后来他听从朋友建议打高尔夫 18个洞口要花费4个钟头 身体活动量大增 慢慢找回健康和活力 同时他也被老婆喂养进步 努力增重中 至今已经胖了4公斤 我有努力吃多一点 老婆经常鼓励我 想说如果胖到60公斤 绝对重重有上 现阶段已胖回66公斤 孔强孝说 现在是六六大顺 立志要活着看孙子结婚 宁过家子的孔强 曾分享过音乐 陪孙做公益 是他的人生三大乐事 其中带孙是他最幸福的事 虽然家里被弄超乱 小朋友活蹦乱跳 家里仅仅仅想儿童乐园 但是照顾小白很有趣 是他的精神失良 除了百般宠爱的孙子外 孔强也感谢小14岁妻子 大气充满智慧 为了他的儿子们选择护生 能娶到他 真的太值得了 希望孔强能够重视自己的身体健康 毕竟妻子和孩子都需要他 这个家还需要他 认真地过好每一天 享受与家人相处的每分每秒 这不仅仅是对孔强的祝愿 而应该成为对于每个人的祝福 我们在外努力拼事业的同时 一定不能够忽略自己的健康 只有健健康康 家人才不会为我们担心 才能够有更好的幸福生活 感谢小14岁妻子